哈囉各位 今天是我們這個 大家最萬眾組目的 討債企劃 等一下我要出門 跟我們的這個黑輪吃飯 跟我們的約好是連約2點半 現在是1點50分 差不多要出門了 等一下到了 再來跟你們說為什麼 我們的討債企劃目前 算是影響這個 美好的結局 那你說之後會不會發生什麼 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不知道 因為以目前狀態來說的話 他應該 他已經說到做到了 快一年的時間了 就是說我們原本答應好了 他每個月要還6000塊錢 那他也是確實每個月6000塊錢 都有還我 所以我覺得呢 他沒有任何的拖欠 我覺得不管他有沒有在賭博 那他也一樣算說到做到了 所以呢在前幾天的時候呢 我就想說 好啦既然你就 就是有旅行你講的話了 那某人想說請你吃個飯 我就說今天啊 就是約出來吃個飯 然後今天剛好也是他生日 然後順便幫他過個生日 所以今天就請他吃個飯 順便聊一下他的驚恐 看一下是怎麼樣 好啦今天可能沒有大家最期待的什麼 要搞他幹嘛的 目前他都還很乖 就超級多的人在IG問我說 欸黑倫是不是沒有後續 是不是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還有 只是因為目前他真的 也沒做什麼事情 我也沒有特別找他什麼麻煩 所以我希望你們大家也能放過我一馬 不要整天一直追殺我 喔黑倫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們只是想看他被欺負 講真的他這個人是不是好人 可能有那一小小部分是 但他就是可能這個想法齁 有點怪怪的而已 很容易偏掉 很容易去糾結一些 根本不重要的事情 啊這個人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撇除錢的問題的話 他這個人呢 可能還算一點善良啦 必須這樣講 我沒有心軟也沒有怎麼樣 我只是覺得 既然他有旅行承諾 那我也幫他慶祝一下這樣子 就這麼簡單 我也沒有對他心軟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 因為他吃素 所以我們訂了一間素的餐廳 我還要陪他吃素 我靠我真的什麼天啊 媽這輩子還沒有吃過素欸 哈囉各位 今天這個 我跟這個黑倫啊 來吃飯 真的是 今天真的是委屈我 一塊肉都沒有 在這邊跟著他吃素 蠻痛苦的 我吃了一點點 然後剛剛這樣叫我付多少錢 一千四百八十塊 蠻貴的 你有吃飽嗎 有 我有吃飽 有吃飽 可以吃飽 好吃嗎 好吃好吃 不要客氣 不要 我不會喔 殘謝你 好 我這邊剛剛有收集一些觀眾 想要問你的問題 嗯 好 我就 問你 好不好 好 最近過得好 這陣子 過得好 現在做幾份工作 兩份工作 兩份工作是在做 第一份監裁是外送便當 第二份就是順直的米粉糖 還女朋友咧 同一個 對 一直都是那一個沒有便嗎 沒有便 OK 那我後面有去證實了啦 我之前有發過一張照片 有一張好像不是你 那可能是別人 身形長得跟你很像而已 那我有證實過 那你現在一個月大概賺多少錢 五萬二到五萬三 然後一天要工作多久 然後十一個小時到十二個小時差不多 那你這樣的話每個月這樣休假多久 每個月休六天 然後白天是便當天是休週休的日 啊 便當店不做六日 對 因為公司行號都放假 那基本的 他只賣給公司行號 基本上 喔 了解 那現在還有在賭博嗎 基本上 少少啊 小賭而已 還是有在碰對不對 會承冷 我承冷 我後面有想過一件事 就是 我覺得錢要怎麼運用那是你的事 不管你是拿去賭博 還是拿去幹什麼都好 當然要怎麼運用是你的事 我只是 給你一個建議 而且那時候就是 你是用一個比較擺爛的態度 所以那時候 我相對的會因為 你而去賭博 所以搞得我很不爽 我懂我懂 那現在的話 你知道為什麼今天我會請你吃飯嗎 不知道 知道 為什麼 一方面可能 你有看到我的改變 然後另一方面 可能 覺得我有在進步 就像以前那種態度 啊哼 對 然後假裝我今天算是生日這樣子 對啊 今天你生日 啊如果 回到當初 再去六五處一次 你會選擇 做我要你做的事嗎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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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怕到就對了 嚇到 好好工作穩定 OK 你變得這麼有名之後 我不有名 對你的生活上面有什麼困擾嗎 是還好 就是 很多 一些批評的話 我都有看到 然後就是 那你有很常在路上被認出來幹嘛 我只是希望 那些批評的話 從那批評的話當中 學到 自己要怎麼改變自己 就是 不要 被別人看笑 消化 這樣子 然後就是 好好穩定工作 賺錢 就是我自己 這一點來的收穫 好啦 那我們來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現在黑輪的話是 當初我們講好的是 每個月六千塊 對 那你已經還了 多久了 一年 一年多 一年多 然後 從原本的 十六萬 對 到八萬 還到現在剩下八萬多 對 我們從當初講好的 每個月六千 對 還到現在 黑輪也確實每個月都有 差不多的時間把六千塊拿出來花 所以我就是因為這樣子 它也持續了一段時間 我就想說 拿不然 覺得你表現不錯 我就 請你出來吃個飯 這樣子 謝謝 那全部的債務這樣算起來的話 現在大概還有多少錢 還有七十 百萬以內嗎 對 百萬以內 當初是百萬以下上 一百一十左右 一百一十左右 現在已經百萬以內了 七十幾 七十幾 都 在固定還錢 都在固定還錢 那之後有什麼規劃嗎 還完錢之後 還完錢之後 就是存錢 壓力就不會那麼大 你賭博現在是小小賭 對 小賭而已 小小玩 大概一個月一兩千 兩三千這樣 如果輸了就算了 然後就不控這樣 就是利用自己的吃飯錢 對 啊 災物為優先 那我 我以前那些 對你的方式 你覺得你有學到什麼 我覺得 適當給一個人壓力 會改變 所以你當初是有壓力的 對 那你這樣會怕我嗎 當下會 之後就可能 過一陣子就覺得還好 因為 本來就是應該這樣 因為這樣才會 有一個人叮嚀你 這樣子 才會改變 那你覺得我是很壞的人嗎 不會 是好人 為什麼我當初拍片集 這麼好賺的事情 不做啊 因為拍的東西 有點太勁爆 有一點 加上我不太喜歡 然後我選擇 就是 勸你多少 就是靠技能 我覺得靠自己工作 賺錢 比較實際 那你當初那時候 在六福村的時候 我們後面不是吵架嗎 對啊 吵架我把你丟在新竹的時候 你後來是怎麼自己回家的 身上還有一些錢 自己搭車回家 搭計程車 一開始沒有搭回新竹 就搭到新竹 然後再轉 客運 這樣花多少錢 500塊有找 我好像一直都沒有問你這個問題 就是你那時候在柬埔寨的時候 那時候那邊的環境是怎麼樣 就像當兵那樣 把你關在一個園區 然後 園區大概是 長怎麼樣 園區 就是 像我們當初當兵那樣 水泥屋 沒有它也算是 不像水泥屋 就是 像一個園區 然後 像住家那樣 像什麼園區 你說遊樂園區 不是 就是 幫你關在我裡面 然後它是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很像當兵那樣子 一間房間睡幾個人 大概上下部 然後大概八個人 就四個上下部 然後 阿苗每天都有 起床的時間 上班的時間 有 阿要打卡喔 不用打卡 都會有督導 督導叮叮叮叮 就是要趕快進 辦公室 阿會不會有什麼 洗澡時間 限制幾分鐘 分流 像當兵那樣 大概五分鐘吧 那裡面真的有 像人家說 什麼 會動手打人嗎 不乖 不聽話 沒業績 瘦的話是拿棍子 你有被揍過喔 沒有 阿你怎麼知道會被揍 因為我看過人被揍 看過人被揍 因為 他在哪裡揍 就是 房間裡嗎 因為當初他們有人吵架 然後 就是 自己人打自己人 台灣人 打台灣人 導致那督導就直接中 抓 直接抓下去 那個房間走 阿我們都有看到 是喔 是喔 我問這個啦 阿你老實講 沒關係 我覺得事情都過了 就算了 就是你那時候 在做的時候 你有騙到人嗎 原本有一個 阿之後 阿你們這樣平均 大概打幾通 可以騙到一個人 不用打電話 他是有點像網路詐騙 網路戀愛詐騙 喔 就是你包裝一個 投資者 然後他的工作內容就是 你要去騙取 美國人跟加拿大人 他們喜歡投資 然後就是 包裝一個白富美 成功台灣的企業家 或是亞洲的企業家 然後去進行 網路雜騙 那之後你騙取到 這個客戶有 有意願 要跟你購買加密貨幣 我們只要負責聊 然後聊到他 有好奇 或是想要跟你投資 就丟給上邊的人 會聊 我們只要負責去 夾客戶 就是陌生開發 我懂 都是這樣子 那你那時候這樣 騙到一個 是大概在那邊 多久才開始騙到 大概做了半年多 左右 半年多 因為我去一年 所以去半年多 只騙到一個 對 不好 不好 因為當初 FBI就有揭露 美國 所以他們很多 老人家都會 得到 訊息 對 他們就知道 那你騙到 那一個 大概騙了多少錢 原本他要跟你充 100萬 原本 原本 那這樣你賺多少錢 如果成功的話 6% 那有成功嗎 因為之後他覺得 有很驚訣詐騙 原本要存錢進去 下教育所的時候 他就覺得 很奇怪怪的 對 他就 然後客戶就拉黑了 如果真的成功賺去的話 就抽6% 其實也沒多少 那那個錢 之後我就覺得 不要做這樣 就想要趕快回來 所以你那時候 你從台灣被騙去 那個 那邊的時候 你完全都沒有想到 你是要去做這個的嗎 一開始 都是 就是介紹我那個 你知道 他一開始有講工作內容 就是網路 就是打 你只要會打字就好 所以他也沒有跟你說 實際到底要做什麼內容 我那時候就猜測網路 網路詐騙 你那時候可能是有一個 想賺快錢的心態喔 對 那時候就想說 因為那時候接觸 主播啊 然後才會 讓我價值觀 改變了 所以你那時候也可能覺得說 可能做照片很好賺 想說去試看看 對 喔 了解 那時候就是天真的想要 你回來 也回來了兩年多了 對 之前的就是這樣玩 對啊 今天就努力把自己 貸物什麼的還玩 對啊 那你還有什麼想說的嗎 對 跟觀眾啊 之後應該不會 我再帶你去哪裡 對 就是 不然下一次就是 帶你去高空彈跳 不要 不要像網事間那樣 好 反正 就是跟觀眾講的話 就是 他們那些批評話 我都有看在演 然後只是 我 有些人 現在還是會有人 在路上認出你之類的 偶爾 還是會 我 那他們都是怎麼樣 他們會怎麼樣 他說 吃黑輪還是這樣 我 有時候就笑笑這樣 然後 不太會回應 會跟你合照嗎 會 有人會跟你說可以跟你拍照 之前有一個 你有跟他拍照嗎 之前有一個 過好自己的人生就好了 喔 然後 那你現在 還會回頭看那些 影片留言 什麼之類的 現在 以前會現在不會 反正 看過一次 就大概知道 他們想問什麼 問什麼 之前會被搞到你想自殺嗎 也不至於 就每天很煩這樣 煩歸煩 你還是要 還是生活要過 就 慢慢改變自己 好啦 至少你現在有變好 那我覺得 雖然可能你當初也是 不管 問你什麼問題 你也是都說 什麼 什麼 長大了啊 想多想之類的 但是 當初是因為 你講 可是 實際上 沒有做任何一件事 讓我覺得 你可能有一點改變 但是 現在就是因為 你有旅行 你每個月 還錢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 這一次才會比較偏向相信 不然之前的話 你只要一講這種話的時候 我都會當成是屁話 可是現在的話 比較有點不一樣 我也希望我可以 不用再找你麻煩 那今天 差不多就這樣 對啊 對啊 沒應該沒什麼問題 你還有什麼話要跟他們說嗎 呃 你剛剛還沒講完吧 你說什麼 看在眼裡 然後勒 就是 就是從他們批評話當中 學到教訓 或者 他們 講的話我認同 或是不認同 我覺得 一針 這個好像 對我來說啦 有些的話 我覺得 聽起來很沒意 有些 我看的蠻重的 所以 就是從那當中 去改變 然後也 也謝謝他們 他講的那些話 因為人都會關起來 那你現在 在上班的地方 會有人認出你 偶爾 要年輕 沒有 那他們會說什麼 沒有 就說你是那個神神神 喔 然後我就說 對老師這樣 我就不會跟他們 再多聊 那他們會因為你 所以常常去吃嗎 還好 好了 那今天就差不多這樣了 OKOK 好